密教是必须要有谈诚 装饰谈诚 就要花费很多的金钱 密教里面才有 所谓资粮主 所谓财神 财神法的修行 主要是让所有学密的人 能够得到 好像说资粮 自己把自己的谈诚 装饰得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美丽 而且是金银珠宝 就七宝所成 密教才有所谓的财神的修法 它也是一种方便的方便法 希望大家修了真巴拉以后 我们正佛中把真巴拉 房财神 列为我们的正佛中的八大本尊之一 也就是希望 人人能够离苦得乐 每一个人的资粮通通都记足 每一个人的资粮通通都记足 每一个人因为资粮记足 你可以放心修行 你资粮不记足 你单单每天忧愁你的经济来源 哪里有时间去好好的修行 所以你有了资粮 你就心已经放了一半 心已经放了一半 你知道钱是英雄打 一毛钱也会难倒英雄 你就算是英雄 你也不能没有钱 所以金钱在这世界上 还是用得着 在沙坡世界还是用得着 但是在另外 你还有一个资粮 是属于无形 你修行的所有的功德 在天上的 那是属于无形的资粮 在沙坡世界是有形的资粮 那么我们行者这两边都要记足 所以必须要修财神法 这就 trzeba 或许的是 在这里